日前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美国访问时表示 中美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 而是互利互赢的合作伙伴 外界对此分析指出 陈光诚事件是中国的人权问题 进一步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这种情况下 梁光烈等中共官员非常害怕人们质疑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只能大谈所谓的共同利益 大陆官媒报道 5月4号 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抵达九金山 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这是对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去年访华的回访 也是中共国防部长时隔9年后再次访美 梁光烈在机场发表讲话 说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两国关系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对此 时事评论员文昭对新唐人表示 中美共同利益主要体现在经贸上 实际上双方分歧更多 比如基本战略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等 文昭分析说 近来发生的陈光诚逃脱事件对中共的打击非常大 现在梁光烈他去美国访问了 在当前这个时刻他其实是相当心虚的 他非常害怕被别人质疑到中国的人权问题 会借到政府的显连寡耻和胡作非为 所以他就老把这个谈利益挂在嘴上 意思就是告诉东道主和所在国家的公众媒体 不要来质疑他这些问题 政文家吴凡则分析指出 中美之间有很多矛盾 但当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心想要竞选连任 中共又深陷内部争斗 因此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 吴凡特别提到 当前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 而牵涉薄熙来周永康政变丑闻的梁光烈 在南海冲突这一问题上 曾经一度态度强硬 恐吓菲律宾可能用兵 但从美国宣示与菲律宾有协防条约 和胡锦涛表示要清理党内独留之后 梁光烈态度开始软化 美国之音报道说 梁光烈这次访美 美方有意安排参观一些 从未对中方开放过的军事设施 其中包括美空军第四战斗机连队 和海军陆战队B2特遣部队 吴凡表示 美方一直希望与中方军队加强交流 交流知道你们的军官是什么样的特性 我这些将军们是什么特性 要互相有了解 那么做出一个任何军事行动之前 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因为所有的武器是人来掌握的 人是有每个人都有特性的 双方的文化背景特性都要考虑进去 这是美国人一直在这么主张进行交流 文昭也谈到 目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中国大陆当成敌人 但他同时指出 美国对中共政权判断有误 很多事情上只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 中共不同于前中东等独裁政权 只是某个利益阶层掌握了政权 而共产独裁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 他有一套类似于宗教的一种教义和学说来解释这个世界 来看待这个世界 他本身是否定这个民主制度的正义性 他把一切这个暴力活动合理化 从根本上来讲 共产独裁他是一切社会 一切世界现存知识的颠覆者 文昭强调 目前美国政府为了竞选连任 更关注一些短期的现实利益 谋求选民支持 而不是像当年里根总统那样 去涉及一个对两国人民更有远见的政策 这让人感到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